七中全会公报上,党管一切被强调。在流程上,与以往相比,十八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文件多了一份。 据官方通报,此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三份文件,分别是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其中,最关键的信息就是中共党章将在十九大上发生修改, 外界瞩目的习思想写入党章,基本已成定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十八届七中全会公报全文2500余字,字数之多也是少见的。 与过去相比,十八届七中全会公报多了一段内容,总结中共的十八届中纪委的工作, 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这被视作中央层面对于王岐山和他领导的中纪委的肯定。 更重要的是,七中全会公报还用近500字, 也就是五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坚持党管一切的重要性。 公报中称,中共,是一个有着八千九百多万名党员的大党, 是一个领导着13亿多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 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没有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没有封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就会丧失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就会丧失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 就会严重脱离人民,就不可。 能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上任后在整党方面的一个核心, 就是中共作为中国执政党,能否领导中国的方方面面。 例如在近五年来的中纪委巡视中, 几乎每个中共系统都曾被批评过党的领导弱化。 此外中共还不断强调党管军队,党管文艺,党管舆论, 党管经济等。 在此前召开的新古田会议和文艺座谈会上, 都是放了这种强烈的政治信号, 都是一个确定谁领导谁,谁管理谁的问题。 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共加强党管一切, 习近平强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将是十九大后中国政治的主调。